我持續帶你來關心 二人的總統大選最新選情 現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依舊在台南繼續拼選情 只不過在前一晚造勢的晚會上頭 這個部分區第一名的韓國瑜 表示是要集中選票 下架民進黨 對此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也對此來回應了 他表示這跟韓國瑜 和他私底下的說法並不相同 其中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又有什麼嫌隙 我們聽一下剛剛韓國瑜的最新說法 你是叫董哥 柯文哲講會話嗎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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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票大選 是不是有講會話嗎 市長說得很恐怖 難道不得很恐怖 好 我們可以聽到 其實韓國瑜在現場對於記者提問 關於有沒有操作氣寶 又或者是私底下和柯文哲說了些什麼 韓國瑜在現場並沒有做太多回應 而韓辦這邊也發出了聲明 他表示柯市長是韓市長的老朋友 現在的選戰關鍵職刻 只有一個人會當選 韓市長該說的話已經在舞台上都說了 現在集中選票 對於國民黨還有民眾 以及權力人民大家都最好 口罩 禮法 按釦